您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西文 能吃就是福 中国人传统的观念认为 孩子吃得下 长得胖 白白胖胖就是健康 不过过胖的孩子在校园中常常会成为同学霸凌的对象 有研究发现身材圆滚滚的孩子容易被同学排挤 交友困难 让过胖的孩子感到寂寞 忧郁 过胖对孩子的心理 社交和生理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南加大学者针对500名10岁以下孩童进行调查 在意儿童的身体质量指数BMI分组 其中有大约1成6的孩童过胖 调查发现 过胖的孩童比身材中等的孩子更容易被讨厌 过胖的孩子也因为朋友少 更容易和其他同样过胖 不受欢迎的孩子做朋友 长期感到寂寞 不但容易降低孩子的身体免疫力 社交孤立 也可能引起孩子暴饮暴食的习惯 以及没有参与运动项目的意愿 让体重继续增加 形成恶性循环 再来看另外一个和同样和孩童有关 让人一则以习 一则以忧的现象 有调查发现 加州孩童的健康状况虽然普遍良好 但是加州大部分有儿童的家庭经济状况却不是很理想 加州的可负担健保Medical Cover California 让加州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儿童得到医疗补助 这其中也包括无证移民儿童 加州没有医疗保险的孩童比例从2010年的9个百分点 降到2015年的3个百分点 许多来自政府的补助 让加州儿童得到医疗保险 加州儿童有医疗保险的比例高居全美之冠 不过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现象 加州儿童的医疗保险大量来自于政府补助 显示加州有很多孩子来自贫穷家庭 加州有目前有超过190万个孩子生活贫困 这个数字大约占加州所有孩童人数的两成一 另外 加州有将近四成五的家庭 必须把每个月三分之一的收入都用在住房支出上 父母没有取得高中文凭的孩童 家庭贫困的比例更高 家庭经济 加州的经济强盛 但是孩童的生活经济状况却在全美排名第46位 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发现 除了房价高的因素之外 移民家庭的孩子因为父母薪资低 工作不稳定 也是造成加州孩子长期处于贫穷的主要原因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